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0年3月10日 黃絲區議員李文浩早前在他的議員辦事處張貼 藍書與久 不得內盡的標語 惹來很多街坊的強烈不滿 昨天有市民在他的議員辦事處抗議 期間職員竟然向抗議的人士潑這個票白水和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這裡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 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開去 等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深水埗區議員在長沙灣選區的李文浩 早前在他的議員辦事處張貼了一張寫著 藍絲與久 不得內盡 和說明不服務藍絲的標語 他這個舉動引來很多當區和其他市民的非常憤怒 因為區議員是一個民意代表 市民選了你出來 因為無論甚麼政見 區議員都應該服務他們 為何你的辦事處又可以寫藍絲與久不得內盡 最奇怪的是為何這個平機會竟然覺得沒問題 不會採取任何行動 所以很多市民都感到非常憤怒 所以陸續這幾天也有很多不同市民到議員辦事處 去請願和抗議表達他們的不滿 昨天有一群市民到長沙灣辦事處 同樣是請願 告訴他們他們有多麼不滿 但他們去到時找李文浩 即是那個議員 但李文浩就扮演不在 然後他的職員一直說李文浩不在 在言談之中 他的職員竟然拿票白水出來 撥向那些請願和抗議的人士 令他們衣服掉色 後來李文浩才出來 原來在場還有另一個深水埔區議員 叫劉家恒公民黨和劉家恒的女朋友 撥票白水的人其實就是 之前也說過買弄色情的劉家恒的女朋友 所以其實很奇怪 作為一個議員明明在這裡的時候 市民提出訴求他竟然是漠視 又不拒絕見那些市民 直到撥票白水後他才出來 劉家恒的女朋友在撥票白水時在假裝洗地 說我要洗地 不如說多也無謂 不如現在大家去片看一看 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我洗地 有沒有油啊 你敢聽 你敢聽 我洗地 不好意思 抹地 你很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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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負責 走 走 不要勾手 不要動手 不好意思 不要接觸 不要接觸 不要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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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動手 聽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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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冷靜點 大家冷靜點 聽我講 走開 走開 聽我講 先 道歉 聽我講 我是英國老義元 聽我講 先 你聽不聽 想要這樣 這個是 聽不到任何一方 你是不是想要講 你口氣 你口氣 道歉 你口氣 你口氣 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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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聽不聽 躲點 bizarre 在這裏打人 道歉這裏 我們都在地上有什麼問題 道歉是什麼 你看你們這班人 你們是不是對賀入座 你看你們的質素 如果有街坊上來 見到你們這樣的時候 為什麼目望他們 我的根本就不是一區街坊 我們前面的人聽著 聽我說 聽我說 很簡單 一句話 聽我說 這裏的保安 剛剛打了電話給我 不關我事的 他說這裏是私人地方 麻煩你們離開 就是這樣解 這裏是私人地方 還有 不要再用這裏是議員辦事處來搭我 我想說一句很清晰的 就是這裏我到現在都沒有聽過政府的影片 這裏是我自知的 我到現在都沒有聽過政府的影片 這裏是私人地方 這裏是私人地方 你們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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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非法集結 你們現在這一個其實是違法的行為 我找人投 你們 你們 我們有閉路電視拍得很清楚 你們現在這個違法的行為 而且 我必須 跟你們說 你們想來襲擊我們 這個 這個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 現場 這個保安已經報了警 你們襲擊私人地方 現場 這裏是過30人 還有 我最後是港亂 我想和你們說 說一句很簡單 隔壁是補習社 隔壁有小朋友 我想和大家說一句 很簡單 這裏我們沒有聽過政府的錢 不要用政府政府的錢來搭我們 我們是自知的 說 說 說 你都是廣道理的人 你都是廣道理 叫他們走 報了警 保安報了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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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喜歡你們 上來騷擾其他 做人 沒有用 沒有用 不要再說這些 沒有用 沒有用 對我來說是沒有意思的 不要再說 大師傅的大師傅 是在這裏公司 但是 在這裏是沒有用的 出生 出生 說得不好 隨便你們怎麼說 總之 總之 我們現在 在這裏 大家要聽著 這裏是私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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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裏 救我大聲 你過來都沒有用的 總之警就到了 我告訴你們你們怎麼行 你們造成的任何 你們造成我們的任何是真 你們都要負責 你們上來賭業 不用來打人 這裏我們苦留 發力追究你們的權利 我們山門 他在狗倩 們不是想吵得stoff 美國三人 沒有想吵得功 大家都看到 裝飾的場面非常混亂 李文浩辦事處劉家恆的女朋友 假裝要洗地把票白水潑向抗議的市民 這令市民的衣服造成很多損壞 大家也知道票白水是有腐蝕性 對人的皮膚造成非常大危險 其實劉家恆的女朋友這樣做會構成普通襲擊 或者如果因為票白水導致他們的皮膚有甚麼損害 甚至可以告他襲擊至造成身體傷害的罪 你會說怎麽是普通襲擊 其實普通襲擊是普通法的概念 所以即使你搜尋他的法例 也不會告訴你普通襲擊是甚麼 但其實普通襲擊的意思是當別人對你做一些行為時 你會令你的感受害怕他會進一步對你作出身體威脅 或者造成暴力和你有機會造成身體損害 這樣便會構成普通襲擊 而普通襲擊如果令你身體損害 便會襲擊而造成身體傷害 所以當時這個職員向他們撲擊票白水的時候 其實因為票白水的腐蝕性非常強 令他們當然會非常擔心自己會進一步受到身體傷害 而且你不知道那些人是否是票白水 你也知道那些黑衣人最喜歡臨火水 或者可能是強水 所以過往也有案例 只要大聲在別人的耳朵邊大喊 都構成普通襲擊 所以他這個職員把票白水撲向抗議人士 其實很大機會觸犯有關法例 所以亦希望警方或有關人士追究 決不能令他們逃出這個法網之外 其實大家都看到 自從上年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 選到這群黃絲區議員之後 他們也搞了很多鬧劇 市民非常憤怒 譬如之前西貢區議會 他們要強行在家人沒有同意的情況下 要將公園命名別人一個 明明不是自殺 但你強行冤枉別人是自殺的女兒 這次又有區議員 將貼藍絲與狗不得內進的情況 所以選舉是非常重要 未來一個很大的挑戰就是來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所以希望如果還未登記做選民的正常香港人 麻煩你快點登記做選民 現在那群黃絲區議員進入後 其實我們的市民是可以運用我們的監察權力 去監察這群黃絲區議員 過往其實這群人不在位的時候 他們都用同樣的方法監察建制派的區議員 建制派的區議員可能有些做得不好的地方 他們就會整群人去抗議 你抗議別人就可以 別人抗議你 第一就不見人 第二就向別人潑水 所以大家也看到這群人在座位之前和在座位後 完全是兩回事 他們批評的事情是他們現在全都做得足 說完黃絲區議員李文浩這麼離譜地 向市民派這個票白水後 好 想說說3月15日 之前有一些市民 多謝大家的幫忙 sign up 去3月15日做義工 接下來我們的同事也會陸續打給大家確認一下 以及我們會在活動前的一兩天告訴大家 那個活動的地點在哪裏 我們的同事會問大家的身份證號碼 因為我們打算幫大家買保險 因為我們這次做這個動員 其實我們也有少許擔心會否混入黑衣人 所以為了保障各位義工的安全 我們也會賣保險 所以我們同時會打給大家 所以先提一提大家 今天大概說到這麽多 在完結前希望大家可以在右下角這裡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 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等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下次見 拜拜 我們在這兒 下一個人的智慧